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6号星期二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国民党提美台复交议案 台湾立法会通过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但是台湾的媒体并不是做得很大 但很有意思,我想今天要讲这个 另外例行公事,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川普总统的健康的情况 今天就没有太多的新闻跟川普总统健康有关的,主要是两点 第一点川普总统自己就说他从这次 染病学到了很多,上了真正的一课 然后呢他就会 很快的投入这个竞选活动当中去 你可以看出,从他的推特上面可以看出来 他的这个很焦急的心情 很焦急的心情 那么大家也会留意到,那么这一次的这个 川普总统的染病 也让美国公众会把这个竞选的焦点 投射到这个疫情当中去 那么明天呢就会有这个副总统的辩论 是彭斯和这个 Harris,就是民主党的Harris,跟共和党的这个彭斯,两个副总统候选人进行辩论 那么这场辩论呢,他们会保持这个 这个距离,保持这个7到13英尺的社交距离,而且会有 玻璃隔开,防止这个感染 那么这就是因应这个川普总统 染病的也出现的一些措施,我相信下面的这些 观众席也会采取一些 措施 大体上就这样,那么这个川普总统这边的新闻不多,今天 那么讲回这个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就是中国国民党10月6号 在立法院提出了美台复交和 政府应请美国协助抵抗中共,两个议案 这个两个议案都在台湾立法会 无意义通过 当天的议程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请行政院长苏贞昌 这个列席报告,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3期 特别预算案,他的编列的情况和 质询 那么在报告之前 国民党党团 提出来争列两项讨论事项 那么立法院就无意义通过 因为民进党不反对,所以就直接就三度通过 那么我就讲一下这两个议案,国民党党团第一议案 政府应请美国协助抵抗中共 他这么说,他说鉴于共击连续15天 派军机扰台,运巴反潜机侵犯我国西南领空,西南防空识别区 飞航 为恫合台湾,大陆外交部 甚至对外宣称不存在所谓 海峡中线,使台海成为军事 冲突热点 议案提出来,长久以来美国一直是台湾军力坚实后援 亚洲在保障倡议法第2009条 第2009条款支持美国与台湾 台湾间政治经济安全的合作,规定美国总统应 依来自中国威胁而定期对台 军售 强化中华民国国家安全及完备国防战备 完善国防战备 建议做成以下决议 蔡英文中政府 应积极说服美国政府依照 台湾关系法精神 一旦中共有明显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时 在我国政府请求下,将前述中共 中共举动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 和平稳定安定的威胁 并以外交、经济 与直接军事等方式协助我国抵抗 这是第1个议案 第2个议案 我要把它读完 为什么 大家看一下国民党到底说了什么 我们不要老是去 去听别人的转述,我觉得要直接的陈述 就更直接 第2个美台复交议案 指出,鉴于美国近期两个月内 接连派出卫生部长 阿尔扎 国务次卿 何拉克 访台并宣布对台多项军售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拉夫特 9月16号对外表示 美国正在推动台湾重返联合国 强调川普政府一直希望深化美台关系 美国联邦众议院 蒂芬尼 已经提出决议案,要求美国与台湾恢复正式邦交关系 提案载明 近年美国对台的支持日益提升 陆续通过台湾旅游法 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 加强倡议法案 台湾保护法等 等对台友好的法案 显示台湾与美国关系密切 美台关系突飞猛进之际 外交部对美应积极寻求全面外交关系 提案指出,1979年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以来,提升中华民国与美国双边关系 一直是朝野的共同目标 为提升中华民国之国际地位并拓展对外关系 建议作成以下决议 蔡英文政府 应以美国与中华民国 回复 邦交作业 邦交作为对美外交目标,并积极推动 这就是两个议案 两个议案呢,今天的这个环球时报的环球网 今天就 有一个稿子,题目是 美台复交,协防台湾 国民党提的一个感叹号,一个问号 他报道这个 报道这件事情 他们还这个,他里面还说这个 这个提案是台独性质 大陆方面好像很诧异 这个差异的态度,这个差异的态度就显示说我不知道 我不了解 就把这个好像跟他们没关系 那么 这两个议案呢,你一看 这是国民党提出来的吗,这跟国民党过去 两三个月之内的表现完全 翻了个个儿啊,翻了个个儿,国民党又要反共啦 这是个问题 那么 国民党这次在立法院提出这两个议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很压抑,我很奇怪 因为,你看这个 国民党的前主席马英九 马英九先生,包括像苏起啊 这些国民党原来的这个高官都一直在,过去两个月之内一直在说 说些反 我叫反台湾言论 但是突然一下国民党这个 一个翻身下来,这个变成了比国民民进党还要激进的 政党 什么意思呢 我先分析一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属性是什么 这个动作属性,第一自救 国民党在自救 国民党这个行动呢 国民党现在是三化 第一老化 第二江化 第三退化 老化 老化什么意思呢,国民党的支持者已经剩下 剩下一些老年人 年纪都比较大 国民党的支持者主要是老年人 所以他的 国民党的主要的干部也是老年干部,所以国民党在老化 那么他这个老化呢,让他没有办法 适应台湾社会的迅速的变迁的这个 发展 所以 国民党老化是个最大的危险 国民党老化会变成他会被慢慢的被淘汰 所以国民党第1个问题是老化 第2个是僵化 僵化的原因是源自于老化 国民党整个内部的机制僵化 当然这个僵化不是现在才发生,国民党的僵化是一直由来已久,一直是僵化 所以为什么他会被 他会被 社会 被很多年轻人抛弃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僵化 僵化整个机制僵化 那么其实呢,任何一个组织 他没有办法更新 他就会变成僵化 那么这是一个,所以 僵化是让国民党慢慢的被淘汰的结果 而不是原因 第三就是退化 国民党的退化,我为什么讲到退化的原因是因为他跟中共 他慢慢的呢,中共在找国民党 国民党也在找中共 他们两者之间慢慢的形成了某种 某种结合 那么这种结合呢,导致 国民党越来越依赖中共 他知道中共在用 在利用他 进行实施他的中共的对台政策 国民党很清楚 那么国民党一方面呢 他现在力量不足 力量不足 怎么办呢,他就依靠中共,利用中共的资源 来做他想做的事情 但是他利用中共的资源变得 结果啪,一下就像两个吸铁石一样,啪,瞌睡碰上枕头 一下吸到一起去了,吸到一起去 中共就利用国民党 利用国民党成为 台湾的一个装脚 去推动他的统战工作 国民党利用中共的资源 想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这就叫瞌睡碰到枕头 但由于呢,国民党的政治资源也好,经济资源也好,什么资源他越来越少,因为他在野党 那么他就变得越来越依赖中共的资源 当他依赖,你通过这个 韩国瑜的选举,你可以看出来 韩国瑜的选举 大部分的力量来自于中共的资源 国民党在大量的依靠中共的资源,在打他的选战 你想一下这什么情况 这就国民党就越来越依赖中共 当他依赖中共的资源的时候 他本身的政党机制 就开始退化 这是国民党最危险的部分,就是退化 所以国民党现在的情况就是 老化 僵化 退化 他继续往下走 他就是什么,他就被淘汰 他就被淘汰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海峡论坛这个事件 海峡论坛就是 8月2 海峡论坛是 9月20号开,这次论坛事件你可以看出来 最后国民党在这个事件当中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他想 在两岸关系这么紧张的时刻 大陆开 海峡论坛 海峡论坛就是一个统战平台 他通过这个统战平台向海内外宣称 他跟台湾之间的这种政治联系 当然 大陆方面指定国民党要参加,国民党不参加,我就给你那么多政治资源 怎么可能 国民党没办法,他只能去参加,但是在中间这个操作过程当中 完全 掉地上 就是 中共也好,国民党也好,现在水平都很烂 就是一个字 烂的结果呢就是 中央电视台说了一句话,然后让这件事情全掉地上 所以国民党在这个事情上明显看出来 他的这个操作水平 两边都很烂 非常的烂 那么结果就是,国民党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这件事情 对国民党触动很大 对中共触动也很大,因为 失去了什么,这个平台失去了价值 这件事情白干了 完全白干 这是第2个 就是 海峡论坛是个契机,让国民党重新检讨 变成他有理由去检讨 他现在的处境 那么当然他也可以说服中共 支持他去改变现在这个处境 也就是自救 那么 这是第2,第3,国民党的自救行动要符合两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是什么 就是他要采取自救,他必须做到两点 第1点 就是要跟中共切割 因为你可以看,过去从8月份到现在 国民党的一系列的行动,让所有的台湾人都认为 这个国民党是中共在台湾的一个支部 完全不像国民党,完全没有独立性 没有 独立的党格 那么所以他必须跟中共切割 这是第1条 他不切割 那么所谓的自救没有意义 这是第1个,第2个 他要比民进党 更激进 他必须比民进党更激进 他才能够获得 他才能够被 被台湾选民关注 所以他要放烟花似的 他要放个烟花上去 大家看见他了 因为国民党的能见度越来越低 所以他要放烟花 那么这次的两个提案 就符合这个这两个,我说的这个 自救的这个原则 那么这两个提案呢 第1 符合现在台湾的主流民意 这两个提案,你看 请美国帮忙吧 因为 大陆一直在威胁我 要动武啊 那我自己打不过,那就找个大哥帮忙 合理吧 找大哥帮忙 那你得有一个说法 名不正言不顺,那我们得建立邦交吧 不建立邦交,我怎么找他帮忙呢 这两个提案其实是符合 现在台湾主流民意的这个 方向 这是第1个,第2个 也符合现在 这个 中美台三角的状态 现在中美台三角状态是什么,中美之间 激烈对抗 这个状态,这没错啊 那么美台关系 急剧升温 美国需要 台湾发挥更大的这种作用 更重要的战略支点的作用 所以美台关系急剧升温 美台关系急剧升温 美国这边比台湾这边积极 总体方向是美国比台湾积极 以前是台湾比美国积极 当然美国 台湾更需要美国支持 但是现在美台更,台湾美国方面更积极 这是第2个 那么两岸关系当然就是 其实两岸关系现在的情况是因为 蔡英文 民进党执政,两岸关系肯定是 冰教 那么大体上 这两个提案符合 这个 中美台 三者之间的状态 这是第2,第3 那么国民党提这两个议案,有没有跟中共协调沟通呢?不知道 但是 有一点很清楚 如果国民党变成了新党 那就算 让国民党成为中共的台湾支部 对中共来说也没有意义 所以他宁愿需要 国民党容忍国民党做一点 对他来说有点出格的事情 至少他获得政治地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沟通一下也没什么不可沟通的嘛,是不是 所以从这个三个角度来说 国民党提出这两个议案 背后是有它的合理性 背后是有它的合理性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从8月份以来台湾海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 国民党为什么要做这两个议案 第1件事情 当然是大背景 就是中美对抗 东美对抗 愈演愈烈 愈演愈烈 愈演愈烈的中美对抗 变成什么,台湾变成中美对抗的其中一个平台 那么当然 中美对抗 香港也变成中美对抗的一个平台 但是香港跟台湾不一样 香港 已经 回归大陆,那么所以 在香港 大陆 北京方面基本上空盘 所以 所以美国在香港能做的事情并不太多 他要做的事情 必须 有两点,第一点他要去跟英国协调 另外一点 他在香港的动作都是结果性 就是 没有过程性的 动作 就是说 他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经常讲 双方在对抗的过程当中 经常是希望有一些过程性的动作 在这个过程性的动作当中 不需要 达到破坏性的结果 就能获得 他想要的效果的话,那是最理想 如果我直接给出一个破坏性的结果 我也要付出代价 所以其实 在香港呢,就是美国的很多动作他会很 很谨慎 因为 他直接给出的就是结果,比如说 美国说 既然你 不让香港一国两制 香港失去了 高度自治 那好 那从今天开始 所有的香港执照 必须改为中国执照 其实对香港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这个动作其实美国不想做 为什么 因为对美国没有好处 只会伤害香港本地的一些企业 但是他不做又不行 他不做呢,不能显示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决心 所以他做了 做了,对于香港来说那肯定是很多企业受到伤害 所以他会恨谁?恨美国 美国并不想让这件事情发生 但是他要做 这就是我说的 这是一个结果性的事件 他一做 就有结果 但是台湾不是 台湾在很多 你要知道很多,我们在很多看国际事件 他的进程比结果重要 你很多时候就 在这个进程当中 通过一件事情的进程改变对方 经常是外交层面 发生的事情 所以 在香港这个平台上,我们只能看到结果,一个政策出来马上就有结果 没有进程 已经失去了进程的价值 在台湾不是,台湾他会有 整个的进程 通过这个进程向对方施加压力 所以你可以看 在一个大背景,就中美对抗的过程当中 台湾变成另外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变成一个最主要的平台 这是第1个 第2个 好了 美国方面就希望台湾在 中美对抗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所以于是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卫生部长 阿扎尔 访台 这是8月份发生 然后9月份发生什么 美国 副国务卿 赫拉克,他们叫赫拉克,台湾叫赫拉克,访台 这两件事情发生了 这两件事情发生,引发的结果是什么 两岸 军事上 出现了激烈的对峙 那么大陆的军机 不断的 不断的就是袭扰 袭扰台湾 那么双方之间,最后 最后大陆说出的话是什么 不承认台 台海有中线 不承认台 海峡中线 没有海峡中线,我想飞怎么飞就飞过去了 所以这是个非常 非常严重的战争威胁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各种政治势力 都开始做什么呢 政治宣誓 各种政治宣誓 那么国民党这个时候做什么呢,国民党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就可以看到,国民党的这个前主席 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先生跑出来 讲两件事,第1个九二共识,他讲贩卖他的九二共识 这是第1个 第1讲台九二共识 第2 说首战即中战 就其实是 配合大陆方面的武力威胁 他在台湾内部喊 首战即中战 我们打不赢了国家国军投降吧 大概是一个这个意思 就是你这边这边在 就是两个阵地 这个形势很清楚 这边是大陆,这边是台湾 大陆这边在大喇叭喊 喊你要是再这样,我们就 攻打过来,国军弟兄们 你们再不投降,我们就攻打过来了 后面这边就有个马英九在台湾的阵地上 说 国军弟兄们,我们打不赢的投降吧 局势就是个这样的局势 就是你可以在台湾媒体上看到一个这样的局面 然后这个 前国安秘书长 叫什么,苏琪 苏琪是马英九 苏琪是 不是秘书长 不是苏琪,那是苏琪是新闻局长 苏琪 还有一个 国安秘书长 忘记名字了 然后还有一个谁呢,前陆军中将吴思怀 这都是 这都是这个 国民党的要员 这个台湾的叛将 就是 在媒体上不断的喊话,各种喊话就是 跟着这个 跟着马英九 在喊这些话 这些喊话其实在台湾内部有非常强烈的反弹 非常强烈的反弹 国民党的立场 基本上是什么 我们投降吧 打不过的,投降吧 那么实际上 这喧嚣了多长时间,大概是两个月的时间 关键点在哪里 关键点是9月20号的这个 海峡论坛 海峡论坛之前有一个传言,就是王金平率团参 参加 那你想一下 当时两岸关系这么紧张 解放军的军机一天 飞过来十几架,18架19架这么飞过来 就是 就是战云密布 然后就国民党宣布他们要派 派团参加这个海峡论坛 其实台湾人的观感非常差 对这件事情观感非常差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假装的形式是什么,就是王金平 就是有政坛耳语,说王金平是带着蔡英文总统的 口信去参加这个会 到底有没有,我不知道 那国民党那边说是有 但是民进党这边不承认 那就是意思,然后最后 所有的这个局 就被破了 被谁破了呢,被中央电视台的李洪 的一句话破了 就是 那个人是来求和的 那个人来求和的,到底那个人是谁也没说,是王金平呢,还是王金平代表蔡英文来说呢 没有说 但9月20号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外交部长吴钊燮 接受美国公共 叫全国公共电台,就是NPR 的专访 他在节目当中,在这个专访当中说了两点 第一点 目前 台湾不寻求 和美国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和中国大陆发生冲突,台湾不会依靠美国干预 他说这两句话 他这两句话 一说出来 舆论哗然 那么 其实 这件事情和当时 正热乎的美台关系 完全是一桶冷水浇下来 一桶冷水浇下来 那么 你可以看到啊,就是说 国民党说那个王金平去大陆参加那个海峡论坛 有这个传递口信的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 吴钊燮的这个表态,其实有一点点证实这个王金平的某种意味 这是有可能 但是 没有人知道 没人知道 但是 吴钊燮这个话呢 目的是什么 其实吴钊燮的目的就是三点 第一点 美台关系的急剧升温,温度太高 那 两岸关系到了一个临界点 这个临界点,大陆方面有可能会发生军事冒险 那么吴钊燮的降温呢 其实是防止出现 大陆方面的军事冒险 这是降温的目的,降温目的是要防止大陆 军事冒险 这个合理 就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合理 因为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台湾人没有准备好 准备好什么呢?台湾人是不是准备好了 就是大陆武力犯台,我就上前线打仗 保卫台湾 在目前情况来看,我看台湾人没准备好 台湾人没有准备好 这就是大陆方面打过来 这就是吴钊燮 降温的 第1个原因 第2个原因是什么 第2个原因就是 美台关系升温速度太快 台湾内部的政治势力还没有协调好 台湾内部还没有为这个做好准备 或者我们再说 更直接一点,就算台湾准备打仗 就是大陆方面打过来 我要反抗 你看看很多台湾 跟美台,就是美国对台军售 他很多还没有交货 军售 他军售你得有个周期,你还没有到位啊,F16V F16V还没到货呢 所以 他需要时间准备 所以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台湾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好怎么办 降温 这是吴钊燮出来讲这番话的原因 这个合理吗,非常合理 非常合理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 过去两个多月的时间 结果 国民党怎么样 国民党本来想卖个乖 这个乖他没卖成 吴钊燮把这事给罢了 所以国民党在过去两个月 上蹿下跳 被大家认为什么 卖台 那么 那么 所以 国民党党团在立法院 放出个烟花,让大家看一眼 我们来看一下环球时报,环球时报怎么分析 环球时报是这么分析的,我觉得很容易 国民党之所以提出这个案子 其一是为了向台湾民众展示 国民党爱台保台的决心 此前民进党一直 攻击国民党亲共卖台 蓝莹此时提出议案展示自己爱台保台的形象 是为了与国民党 竞争爱台论述权 这是第1个 第2个,出于政党政治斗争的考量 第3,国民党是在野党 即使提出这样的提案 也不能起到任何主导作用 蔡英文一直以亲美反中标榜自我 国民党此举 是在逼民进党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无论是美台复交,台美复交 还是美军协防台湾,都不是台湾自己说了算 更多的取决于美国 这明显是台湾一厢情愿的想法 只要美国不点头 台湾也是单相思 这是 环球时报的评价 这个评价有两点很好笑,第1点 就把台湾给 把国民党给卖 意思就是国民党其实并不是真的要提这个亲美提案 是争夺 爱台论数权 这是第1个,第2个 你通过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 分析啊 你可以看出来 他们并不理解 在美台关系升温的过程当中 美国比台湾要积极 美国比台湾,或者说美国比民进党积极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后面有国民党其他的 岛内的其他的政治势力的制约 对美国来说他没有约束 他只需要美国支持 台湾支持他 所以美国比台湾 美国比民进党要积极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大体上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 重要吗 不那么重要 为什么,因为 国民党是在野党 就像环球时报说的 他不能够决定政策,他只是个提议 但是我们通过这两个议案可以看到两点 第1点 国民党现在的尴尬处境 他的处境很尴尬 他在急剧的被边缘化,因为过去两个月的政治表现 所以他会急剧的边缘化 这是第1个,第2个你也可以看出来岛内的形势在发生变化 就是台湾内部 开始慢慢的在整合 在整合 当台湾内部整合的情况慢慢的形成 局势慢慢的整合完毕之后 美台关系才会走向复交 才会走向 更高的这个 合作的这个台阶 这就是 如果美台之间 走向更高的合作的 台阶的话 那两岸关系 跟中美关系又会发生新的变化 所以这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主题的原因就在这里 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那么我们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重要的事情讲三遍,请加入我们的会员 请加入我们的会员 OK 好,我们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尽量简洁 那么四个 情况、问题 观点 情绪 鸣谢,谢谢 欣喜国民党终于迈出正确的一步 美台复交原始不可能的奢侈理想 但愿美梦成真,举国欢腾 你看这个形势发展多快 两个月之前 有人会讨论美台复交的问题吗 没有 但是你看现在美台复交已经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选项,变成一个选项,所以你看 我们还说习近平,习近平真的是成事不足,外事有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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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 王老师还有两话 四 四话 五丑绝话 好吧 观点 国民党这是不让民进党进行冷处理 什么意思 你能再讲一下吗,我没理解 不让 吴昭燮 吴昭燮已经能处理完毕了 已经处理完了 观点,终于想起那个典故来,孙权提议让曹操自己做皇帝 曹操马上识破 笑说孙仲某要把老妇放在火上烤 孙权根本不想让曹操称帝 只是看他的热闹OK OK 就是把民进党放上去,让他烤去 观点,国民党也好意思 先搞搞清楚马英九那句首战即中战吧 这个提议应该让蔡英文拿到火上烧 如果蔡英文不同意,那她将是不爱国的罪人,如果蔡英文同意,无非是两个结果 如果大陆武统台湾 但与美国建交是民进党当局做的,不是国民党,如果美国帮助台湾反抗大陆成功 那就是国民党提议的 小孩过家家吗 不会这样 这个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政治人物有些说辞 有说辞当然很重要,说辞就变成名正言顺 名正言顺是因为有说辞 但是 名正言顺不一定 就能成事 成事是第一位 至于说辞只是让城市看上去更美而已 所以 看上去更美重要吗 美那么重要,成事是第一位 所以我们讲 美台复交这件事情 首先要成事 不能成事 你搞100种说辞都没有意义 所以 争夺说辞 你就说说吧 说国民党就是 就一直在争夺说辞 所以他就不成事 不成事就是现在的局面 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一些政治操作 可以帮助城市 但是不能决定城市 情况,胡锡进在微博发文 说国民党吃错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这是 这是眼双簧吧 共产党说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就这个意思了 那他们自己说的啊,他们自己说的 就这个意思了 你说国民党要提一个这样的议案,他会不会跑到 跑到北京去跟北京打招呼,说我们要提个议案,不提这个议案不行啊,我们被淘汰了 淘汰了我们也合作不来啊 中共就说那你就提一杯,提一杯我不知道哈 胡锡进就在这里说,我不知道啊 就这个意思嘛 观点,从当前的事实上来讲,没有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 只有北京问题,OK 情况,中共 疑似渗透台湾的计程车司机 在乘客上车时 播放投降主义的节目 即使对一般台湾人宣传失败论和美军不会来那套 台湾是有一些 有一些人是觉得 我们不必去当炮灰嘛 就是 我们干嘛要去当炮灰呢 对不对 他们民进党想干什么,就让他们民进党干去了 我们是不想当炮灰 我们呢 会有更大的好处 这就是 你可以看啊,中共的 所有的政策 他的所有的取向都是一样 就是撩动人性黑暗的部分 就你比如说像计程车这个事情 就说 民进党他要跟大陆对抗 那就让他们自己去好了 反正美军也不会来,也不会帮我们 我们跟中共好呢 就会有好处 不能当炮灰 就是撩动人性那种自私的黑暗的部分 中共的所有的政策 他的所有的诉求 都是撩动人性黑暗的部分 所以你说这是个什么样的政党 观点,我觉得九二共识这个说法应该是专门针对马英九来谈的 其实92年并没有谈什么九二共识 但是马英九当年参与其事,所以后来马英九上台之后 中共就大谈九二共识,其实并不是说当年 真的谈出成果,而是给马英九摆的姿态 当年我们谈过话,现在我们有共识,你马英九跟我们共产党混,一定有好处 这就是九二共识的实质,没错 就是这样 九二共识 是没有共识 九二哪有共识,根本没有共识 而且 没有 没有书面的东西 你说共识,两个人坐在房间里说我们有个共识,行不行行,好,那我们就共识 但是没有文字的东西出来,怎么叫 有双方签字 这就叫共识 你如果说我们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说我们有个共识 出去 但是我们没说过了十年,我们说我们当初有个共识 你觉得这靠谱吗?肯定不靠谱是不是 观点,马英九现在极力想把九二共识拉回台湾的国家路线,如果不这样做 过去八年的努力就成了笑话 就像魔戒里的咕噜一样,咕噜只在意myprecious 马英九只在意他的历史地位 马英九的历史地位 不用在意啊,他的历史地位已经有了 什么历史地位,马英九的历史地位就是马英犬 他把名字改成马英犬就对了 这就是他的历史地位,我给他马英九的历史地位就是 马英犬 观点,为什么打赢二战的国民党会败给共产党 渗透与老 国共之间的勾兑是主要原因,一穷二白 的共产党 富起来之后,为什么贪腐能力这么强 也是老国共勾兑的成果,国民党交得好 第一 国民党没有打赢嘛,二战 二战不是国民党打赢的 日本不是国民党打败的 日本是美军打败的 这是第1个,所以国民党也没打胜仗 国民党只是扛住了不败而已 这是第1个 第2个 共产党渗透不是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共产党失透是他失去了美国的支持 所以他失败了 而共产党得到苏联的权力支持 所以共产党 胜 国共之间的胜败的原因是背后的 力量 他背后的支持的力量的变化 美国放弃国民党,也是国民党自己不争气 所以 美国觉得 这么腐败的政府,为什么要支持 所以国民党就失败了 当然 那个时候美国的决策也是个错误,就是 他们没有想到 他们没有认为 中共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对中共还是不了解 所以中共说了一番好话 影响了 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就觉得国民党太腐败,算了,放弃他 他放弃他,然后苏联全力支持 中共 最后战场上 输赢是这么决定 提问,请问王老师,你认为美国对台关系上表现如此积极的主要原因是 真的想复交吗,还是仅仅为了刺激中共在台海 开第一枪 第一 美军一点都不想在台海打仗 为什么 台海太靠近 中国大陆 所以在台海打仗对美军不利 美军想打仗的地方,要真要打仗的话,他会选择在南海,不在台湾海峡 这是第一个,所以 刺激中共开第一枪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过去20年 美军都避免 避免什么呢,美国的对台政策叫模糊战略 战略模糊 战略模糊就是遏制 遏制台湾 台海中线 是美国定的 那个时候美军的 美军的战备上还是有优势的,所以他定一个中线,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网上说的 控制 国民党 别飞过去 防止 台湾 惹事 防止台湾惹事 主要是为了防止两岸在台湾 在台海打仗 这不合美国的利益 所以美国战略模糊 那么到现在更是如此 到现在大陆方面的军力更强 所以他更不希望 台海打仗 台海打仗还是不会被卷入,因为 台湾关系法 而且台湾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他不能够失去台湾 所以他会被动卷入,他更不想被动卷入 所以 刺激中共在台海开第一枪,这肯定不是美国的战略 美国是要避免在台海打仗 所以他为什么会 不断的军售给台湾 不断的给军售台湾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别打,你打不过他 最后让台湾 变成一个什么 之前描述的是 把台湾变成一个刺猬 就是你没办法下手,打不赢他 你打你会自己受伤 这是美国的战略,基本上战略是这个,所以他 美国并不想在台海开战 这是第1条,第2条 美国跟台湾复交是 是真想吗,美国真想 美台复交并不是台湾先提出来的 美台复交是美国方面先提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 其实美国比 台湾积极 美国更想在政治上 拉抬美台关系,从而在政治上 对大陆进行压力 这是美国的意图,美国并不想在这个方面进行 进行这个 冒险 不想在这开战 这不是美国主要的战场,但是美国也做好准备,你看 美军这个侦察机 扫描多少遍了,应该扫了快半年了吧 就是他把所有的可能变成战场的地方 都进行扫描 扫描完了以后,你要打起仗来,他肯定不会办 大概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美国第一,在政治上 他是推动美台复交,但是他需要很多条件 这是个进程 进程,这是第1个,第2个 美国并不希望 两岸在这个时候发生战争 对美国不利 所以这个时候 所以吴钊燮出来讲那番话 我觉得美国也是支持的 不希望这个时候 大陆方面军事冒险 台湾没准备好 观点,蔡是稳健台独,要把台独曲线压平 充分达到台湾对抗大陆资源的极限 保证用最小的代价取得独立 我的立场是什么,台湾根本不需要独立 中华民国在台湾已经很好的解决了台湾政治 政治地位的问题 台湾不需要重新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用另外一个问题来 替代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没有问题 本来就没有问题 所以用台独来解决现在的两岸问题 会出现军事代价 没有必要 用现有的方法去解决 这个问题已经被解决了 而且他没有政治代价 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 这是政治现实 这个政治现实被李登辉完美的解决了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问题 所以所谓的台独 我觉得台湾不需要去 用台独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叫手榴弹 去引爆一场战争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仅仅是为了爽一下吗 爽一下会有一辈子的责任哦 提问,王老师50年代的全民大链钢铁和现在的全民大链芯片有相同之处吗 有一个差异 有个什么差异呢 其实其他都是一样的 只有一个差异 产品不同啊 那个时候是大链钢铁,这个时候是芯片 只有一样不同,就产品不同,其他都是一样 其他都是一模一样 就是 上面那个是个 笨蛋 下面 中间一群混蛋 下面一群傻瓜 就是 一样的,情况是一模一样 只是唯一的区别 产品不同 情绪坐标英国,昨天跟国内的父母视频 聊到美国禁止共产党员移民签证时,母亲说 这周老同学聚餐,其中有个人不断的炫耀他自己,母亲,老公,女儿 女婿都是公务员和党员 现在的好日子多亏了共产党,完全不看 看不见在座人都在默默的翻白眼 我和母亲相识一笑 异口同声的说什么好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全军覆没了 哈哈哈,感觉现在 说你全家都是共产党,像是在骂人 OK 观点,我现在终于彻底明白了为什么王老师频道是大家共有的频道了 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提问,观点,情况,情绪,表达自己的声音 王老师的频道是我们普通人发声的通道,假如我们自己去建一个频道,不见得会有这么多人听到自己的发声 支持王老师,支持这个频道,谢谢 这真的是我的本意 就说 通过这里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声音传播出去 当然也不是每个声音可以传播,因为时间有限 但是呢 我尽量的做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昨天把这个节目做到了一个半小时也是 也是没有办法 我也是真的读起来我就不想听,因为有很多很好的观点 也有很多情况 而且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不想 我不想把大家的观点或者大家的 看法漏掉 所以我就会昨天 跑出了一个最极端的情况来 提问有没有这种可能 国民党希望以中华民国 名义与美国复交 因为中华民国是国民党建立的,好过蔡英文以台湾共和国名义与美国卷交 第一 中华民国当然是 国民党建立的 但是 国民党也是 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也是国民党手上发声的,对吗 就像今天那个谁 今天那个苏贞昌说 这个 苏贞昌很搞笑 中美关系本来是有的 后来就是因为国民党给搞丢了 现在国民党终于良心发现 说得很搞笑 的确就是这样 虽然国民党建立了中华民国 但是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并不说中华民国就是国民党 中华民国是属于 全体中华民国国民的,对不对,这是第1个 所以你说你还是,我们还是在打嘴皮子仗 所以用中华民国跟美国建交啊,我就有光荣了 有意思吗,这样,这样没有意思,没有意义嘛 关键是谁执政,谁实现的这件事情 这是第1个 第2 蔡英文会以台湾共和国的名义跟美国建交吗 蔡英文要是跟,又以台湾共和国的名义跟美国建交的话 他要做第1件事情,先做一件事情 建立台湾共和国啊 那你建立台湾共和国,你还没建交的时候,可能两岸就开始打仗了吧 你说是不是这个问题 所以 这种可能性 不存在 好吗 而且 没有意义嘛 这个嘴皮子仗有什么意思呢 有什么意义呢 你就去喊就好了,喊破喉咙 台湾人也不见得会投你一票啊,你说是不是 观点,美国不想在台海冲突 在三个月前是对的,但是现在美国应该有改变,特别是川普染病 之后应该加强了美国最终必须跟中共一战的决心 估计大决结束之后,台海局势还会进一步紧张 大家记住 战争是什么 战争第1件事情就是死人 我们不要轻言战争 我也不轻言战争 没有一个政治家会轻言战争,除了 独裁者 除了独裁者 只有独裁者才会轻言战争 我以前经常讲 我很讨厌那种上帝视角 就是站着高高在上,看着底下的人 然后你就打吧,就这种态度 我不同意,我不喜欢这种态度 我也不大说这种态度 所以第1个,我不赞成 就是 美国就想跟中共一战 大家想一下 我不认为现在有任何一个总统 会随随便便的想 和中国开战 为什么 中国有14亿人口 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他在选择跟中国大陆,中国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战的时候 他都要掂量一下,这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国家 你和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开战 你不好好掂量一下,怎么可能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的观点 老师你好,我有个观点,我不敢口通 美国不希望在台湾开战 如果美国不希望在台湾打仗,只要军售就好 为什么要提高台湾的政治地位 一会儿要建交,一会儿要重返联合国 我觉得美国比台湾更积极 而且有些虚大于10 当然了,我不希望打仗,OK 那我就告诉你为什么 还有一点 我刚才讲了为什么不想打仗 不想打仗 不是说我害怕打仗 就是说我 如果有其他的手段,我能实现我的战略目标 我会选择其他的手段,比如说政治手段 比如说外交手段 比如说经济手段,比如说科技手段等等 我通过很多的手段 我都尽量的不用战争手段,战争手段可以拿来做威胁 但是不会轻言战争 不会轻易的 真打 所以这里面真打会死人的,虽然美国的战力很强大 但是最终他还是要死人的 没有一场战争不死人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看,你说为什么一伙军售,一伙台湾 就是为了不打 就是不需要打,我已经赢了 这就是目的 当然你说美军是不是就不能打,或者是不想打 最终要打还得打 但是 在能不打的情况下 就不打 就是这个目的 当然可能你只有在 如果需要我就打,你有这样的态度,可能你最终不需要打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态度 可能你 不想打的情况下 又打了 所以 所以战争这件事情就是 我不求战 但我不必战 这应该是应有的态度 我不追求打仗 但是如果你真要打,我也不逃避 我就跟你干 你只有这种态度 可能对方才不敢打你 你没有这种态度 对方可能还会 挑衅到最后,双方还是最终 打了一仗 情况可能就是这样 情况,大阪入国管理局因为对土耳其非法移民暴力执法一事 向当事人道歉并提供300万日元的赔偿 此人并无受伤 与台湾与香港对暴力执法的态度形成对比 那你对比就多了 对中共的暴力执法 的现象 形成 什么对比 提问王老师,有朋友说美国大选11月3号是周二 那天有很多人是上班的工作日 很多人上班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而川普的支持者大多数不用上班 的农民,所以 其实这一点是影响美国大选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我不在美国,但是我还是想知道这是否 是这个原因是影响美国大选的原因之一,如果是 可是前几届总统民主党 的那个说法还成立吗 上班就不能投票吗 我是觉得投票 一方面是义务,一方面是权利 如果他都不愿意去 上班,你不需要上班的时候投,中间可以投,下班也可以投 为什么一定会有影响 而且 美国大选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影响 为什么 不影响大选,这次才会影响大选 我觉得这么不make sense吧,你说呢 我觉得这个理由有点牵强 农民就不上班 农民忙着呢,你以为农民闲,农民一点都不闲好吗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 我不知道 这个有这么大的影响 但是从现在我掌握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这不make sense 观点 在朝鲜战争之前,联合国只承认了南韩 而朝鲜战争时也是北韩突然 向南韩发动攻击,有预谋的占领了南韩的首都汉城,直接打过了三七线 南韩找美国帮忙,把北韩打回三八线,当时的中国还帮着北韩一起打 你想说什么 南韩不是找美国帮忙 是 美国代表着联合国,联合国通过决议 美国带领联合国军 全世界的部队 联合国的部队,联合国有土耳其人,有加拿大人,英国人,各个 各国家都派 派人参加了韩战,这叫韩战 美国带领联合国军,联合国军的司令官是麦克阿瑟 北朝鲜 去朝鲜 打 韩国 对啊,就是北朝鲜去打韩国,然后韩国 这个首都被占领,就是这样,这是真实,这才是 这才是真相 这才是真相,我是去了香港才发现 才知道这件事情 我以前不知道这个真相 是去了 去了香港之后,我在图书馆 我在图书馆翻什么 翻时代周刊,生活周刊,那个时候美国的生活周刊 翻历史 翻,我就翻历史 第一张照片一翻,我当时就震了 什么 黑压压的一片 志愿军战俘 忘不到边的战俘 黑压压的一大片 震撼 然后再继续看 就是朝鲜战争 怎么回事 终于明白了 观点,马英九是个十足的书生 书生与美貌 即美貌与聪明于一身,读书试图都顺遂 他本质也没什么坏,败在贪 贪民 因而做事 做事畏守畏伪,反而无作为 卸任后还是贪民 成了一个老糊涂 王先生早上好,观点 在很多重大事件的报道上,我习惯于倾听来自不同媒体的报道和观点 我的体验发现,王先生的节目几乎是我唯一愿意并且能够 从头到尾听完的节目,因为你一直坚守一个媒体人应有的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 而不是利用自己的平台来宣泄自己的观点 尽管在有些问题上,我与您有不同的观点 但是因为你的客观公正的报道,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去看,去理解一些事情,客观公正的看问题 是做最好的节目,做最好的自己的基本保障 非常好 谢谢 情况,现在所有的国企员工都要安装 学习强制APP 鸣谢 谢谢 送所有台湾同胞一句话 我在深圳看香港回归时的电台,访问一个大逃港时代的老太太 他说你信共产党一成 就死无全失 多年来我移民生活一直都依靠这句话为基础 说得很好 台湾同胞 记住啊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谢谢